10号晚间9点50分 中国在四川西昌再度发射搭载卫星的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 飞行路径全在国军严密掌握之中 这枚火箭的飞行路径经过台湾中部朝西太平洋方向 高度位于大气层外 对于台湾地区没有危害 同一天中国也再度派出10艘四军舰和20架四军机 骚扰台湾周边海空域 其中13架次越过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 闯进我国北方和西南方防空识别区 双十国庆这天中国对台动作不断 被认为是不满总统赖清德的国庆文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 并重申两岸互不隶属的说法 赖清德的讲话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连接 重谈互不隶属 坚持主权等论调 变换花样贩卖台独谬论 再次暴露其名玩不化的台独立场 中国外交部更说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主权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也发出新闻稿 认为赖清德继续鼓吹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 编造台独谬论宣扬分裂主张 不断挑衅姿势 蓄意加剧两岸紧张局势 北京接连跳脚 让绿营立委不以为然 这符合向来一贯中国国台办的说法 如果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国台办就不用存在了 国台办就自然被他们的外交部所吸纳了 对于国台办任何的一些城墙烂调 可以大以不予理会 完全不能够支持说台湾是没有主权 有新两国论跟类两国论 这样的都是不利于两岸的一个和平对话 任内第一份的国庆文告 赖总统两岸论述会为台海情势带来哪些变化 恐怕得等待时间来证明 近新闻影机刚出播 亭采访报导